一块原本属于你的肥肉 现在却被昔日好友霸占 在这个蕴藏丰富黄金的矿区 任何的情谊都烟消云散 大夫在淘金期的第一天 便收获了11.47盎司的黄金 相当于22000美元 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 随着挖掘期不断的下挖 导致底部的黄金所剩无几 因为大夫之前在好友兰斯的承包地里 发现了一块从未被老一辈开采过的原始地 这样的发现让兰斯很是眼红 本来已经说好的事情 现在兰斯却以其他理由赖账 大夫千里迢迢把重型设备运行至此 目的就是为了开采山丘的黄金 如今好友背心起义 大夫一脸无奈 杰森是位淘金小队的二把手 有着丰富的淘金经验 他始终坚信老一辈人的开采技术有限 深层的黄金一定是老一辈人望沉默级的 杰森经过勘察检测到了高含量的土壤 杰森的开采经验越来越丰富 很明显这得到了大夫的认可 现在他们只需大量的开采 让淘金设备吃掉更多的土壤 并可以得到更多的黄金 毕竟每个员工都可享受5%的分厚 新设备的加入 确实让淘金速度加快了不少 但是却衍生了很多新问题 大夫发现水渣有大量的泥土 这样的问题 会直接导致黄金和泥土一起被冲刷出去 无奈只能暂停设备寻找问题 设备每一小时能够为大夫带来2000美元的收入 现在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原来是设备中的扁嘴喷头 比淤泥堵塞 索性问题不大 只需将喷头卸下设备即可恢复运转 今年的开采力度远远大于网 淘金小队对今年400盎司的希望充满着信心 现在来让我们看看大夫一周开采的战果 杰西在黄金屋里 负责黄金分离的最后一道工序 他很享受在这样的黄金分围下工作 现在是时候给黄金进行称重了 38.2盎司的好战果 可以让大夫拿到7万多美元的收入 折合人民币45万多 淘金小队平均每天都能挖到超1万美元的黄金 还沉浸在高兴喜悦中的大夫 此时却收到了一个恶好消息 母亲打来电话告知父亲心急可塞 屈王医院的路上便领了盒饭 大夫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长大 包括淘金已是得到父亲深深的影响 这让一个60岁的老头哭得像个孩子 次日大夫便打算回去为父亲处理后事 把淘金的指挥权交给了杰森 这也是对杰森的信任 同样也是一次考验 目前淘金小队总收获49.6盎司 距离他们400盎司的目标 还差350盎司 身为二当家的杰森显然很有一套 他要用实际行动回应大夫对自己的信任 在19时间内淘到50盎司的黄金 杰森能否实现 咱们下集接着说 谢谢观看